来吧 今天是帮朋友挑软毛膝膏地的一天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 虽然膝膏地软毛是诗格的 但很多人知道以后还是很喜欢 这跟我想象中就不太一样 看来大家对于颜值相的宠物犬 似乎不是那么在乎标准了 估计就是想要也好看的 那如果这么想的话 我可能就有点理解 为什么泰迪熊跟可卡布能火了 但我还是不太会挑那两个品种 毕竟软毛膝膏地 它还能有点标准依据 那俩就完全没有了 那软毛膝膏地有什么依据呢 当然还是根据刚毛膝膏地来的 比如整体看上去就很紧凑 也就是肋骨和臀部的距离要短 然后整个胸口 你这么看是要很厚重的 嘴巴必须要短于整个头那一半 否则这狗可能不对 当然也不会好看 这只刚问了一下 人要有三万 我试试看看 结果就评论区见吧